潮汐 你为什么选择不给经理让围 因为这个钱小飞本身在里面 如果他挤出去 然后给经理上位 这个马屁拍得太明显 太恶心了 在职场上我们可以去讨好 或者说是给上次留好印象 但是马屁拍得太明显了 就让人讨厌了 这不是拍马屁 加戏了 加戏了 完全没有到 这不是拍马屁 完全不是拍马屁 我觉得西哥是首先加戏 他也没站得那么靠里 而且我认为他进入职场 对一个职场新人来说 基本要拥有的素质和礼仪 他对他领导的基本的尊重和敬畏心 我觉得是应该要有的 而且也展示了我很好的 这个情商的沟通能力 礼仪素养敬畏心就是突破他的原则 他要去下去 我觉得7% 80%的领导应该是自己下来 对对对 你要不下去 这领导太可怕了 电梯里边不论上下级 电梯里的礼仪是什么呢 谁后进来的谁出去 电梯里是公司的一部分 我特别想说的是这样 在这个公司的工作时间之内 相对来说 经理做的事情 他的重要级别 应该是高于一个实习生的 所以在上去这个时间 我先不管它是不是规则 我默认上去 大家都是要发生价值的 所以在我的心里面 我上去这个时间 能创造的价值 不如经理上去创造的价值多 所以我选择把这个让给经理 首先要知道你是上班 那早上第一时间可能是早会 那你要知道是谁给你开早会 一定是你的经理给你开早会 而不是你的董事长给你开早会 就是你的经理到达你部门的那一 第一分钟 要看到所有人能站在那迎接他 这是他想看到的 所以说 经理应该让你先上去 他要看到你们整个的场面 他每天要那种庄园感 感觉特别不像九零后 像七零后 九零后都有你了 就鸡蛋喝太多了 我们来模拟一下 如果你是他们经理 这时候 您好 您也将超中 请最后上来的那位先生先下去 那我就下来了 你就主动退下来了 对 那这时候如果 钱小菲说 哎 徐经理 别呀 您这一下来 一会儿谁给我们开早会啊 要不 要不我下去 您上来吧 他登愣一下 他出电梯了 现在电梯口 一个你一个他 你怎么办 那我还会让他上去 你怎么说 工作第一 如果你要迟到 我双倍罚你 如果我要迟到 我上躲那去请罪 你是我的员工 我是你的领导 你直接面对的是我 而不是上次 你这太不合常理了呀 姑娘请问一下 我们北京良师一位的这个企业 是不是每一个部门早晨起来 都要有所有同事 迎接每个部门的经理 这个流程和这个仪式是吗 有 你们的会 你们的会是这么开吗 真的吗 对 不是就是那种要迎接的呀 是的 我们的会是这样的 就每天早上早会 所有的员工 就所有的部门起立 然后掌声 就是每天早上 一定是很激情的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的 来 听我说 其他七位企业家 请全体起立 让我们向徐孟良的到来 集体鼓掌欢迎 欢迎许总 欢迎许总 好好好 大家好 你看那份儿了 起份儿了 好可爱 看就是确实习惯了 你是可能把你们公司的这个情况 带入到其中吗 有些企业没会儿 但是我跟你们说啊 徐孟良这人 我现在有点喜欢上他了 对 为什么 他刚才说到 如果是他面对钱小飞 钱小飞还给他让电梯 他说我有错 我去董事长那请罪 你要迟到了 我双倍罚你 证明在这个时候 他是爱护员工的 他给了员工一个 补救错误 避免受罚的机会 我觉得作为企业管理者来说 你这种担当 我觉得是有的 是 其实呢我觉得 对于职场小白 我们要让他学会吃亏 也许你学会了吃亏 这一次让 可能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在领导的这个心目当中 觉得你是一个 很有情商的一个小女孩 你这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我不让是规则 我让是人情 你是实习生 你就应该吃亏 这其实是一种职场霸凌 凭什么实习生就要吃亏 这个怎么叫吃亏呢 那什么叫身世风度的 我问您讲一讲 因为我说过让是人情 我不让这个人情 难道你就应该打压我吗 曹总 我认为你在刻意地放大 刚才黑总说的所谓吃亏 我们此吃亏非彼吃亏 我刚才其实一上了 最后来讲了 职场当中我们沟通是平等的 对不对 向上管理当中 我们接纳你的真实的意见 但是不代表这个小孩 没有礼仪 没有素养 没有敬畏心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教会 一个职场人 基本的做人 在职场当中的规矩 我觉得礼貌和公平 是两回事 没有不公平 作为一个年纪的 因为他已经先上去 你领导是后来 领导本身就要爱护员工 我觉得如果小飞 你在这个时候要给领导 让位置 这公司就完蛋了 好 啊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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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怀疑 孟良你们公司是怎么做到现在的 我的一切的惯例是认为 所有的事情在进入公司之前 人人是平等的 他的后半句话是 进入我的公司之后 早上起来都在给我鼓掌 还有职场的规矩 但是没有进入这个办公室之前 我们应该还在生活中 还应该爱护他们 一个老板天天要求 员工早上起来 列队欢迎鼓掌 然后在电梯里所有员工说 你们不要给我让位置 我要爱护你们 现在是让员工做选择 不觉得逻辑不通吗 哎 等会儿 等会儿 贾君 你怎么变了呢 我一定要变 就在此刻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加一个有色眼睛 或者有的前提条件 在做决策 你看我们所有人都假设场景 公司的价值最大化 假设场景 因为这个经理挽去了 他的可能有损失 但此刻我站在职业的角度上 我的就是来这里公司上班了 我进了电梯 这是我自己要在独立决策的权益 我觉得是要有的 有的时候员工要有这样的意识 我要自己做出独立的判断 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基础上 此刻我来了 我进了电梯 电梯的规则就是 后来那个人怎么样 要先下去 君姐每次都经过了一个内心的挣扎 然后改票了 她每次都从理性重新走回这个感性 所以在这里边 我没有跟你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刻 我自己要尊重社会功德 我觉得功德意识和你的企业之间 我们如何有边界的问题 贾君的表现让我觉得 有必要让大家重新整理一下思路 因为我真的害怕有人会临阵变卦 来 争论一番之后 这电梯还在那儿等着呢 咱也得让其他人别迟到啊 来吧 抓紧做选择 三 二 一 各位企业家 请确认你们的选择 让 还是不让呢 好 最终的结果是 五比三 钱小飞 你要给经理 让位置